我們看到了一個水管車1225 感覺很不錯耶 你以後就站在那個庭院 然後你就站在那我就幫你洗澡 洗澡 幫車子洗澡耶 我們庭院少了一個這個耶 對啊 好像洗澡 這是我們新家第二次來逛Costco 不曉得我今天會買什麼 這好像可以耶 對啊 這邊寫 這是Iris的 然後奈壓強度是三倍 而且它可以用捲的 可以收 好像很聰明 好啦 我們拿一個這個好不好 我發現一個新的耶 花生豬腳麵線 它原本是599 有人找到Costco的接瓜了 對啊 因為之前他跟我說叫我不要再去超市買 太貴了 很大隻耶 超市有這麼大隻嗎 超市大概就是兩隻 再怎麼便宜 可能要90塊 I'm in the city 真的是外面很貴啦 我們回來啦 我們今天買的太少了 只有上市的一半而已 沒有啦 老實講 因為我們上一次買的有一些東西還沒吃完 所以這次就是補充一些生活必需品 這次我買了蠻多不一樣 之前沒有買過的東西 那先從第一樣開始介紹 這個是Tienna叫我們要再幫她買的 她覺得很好喝 這個是貴格的夏日古增綜合莓果 它可以冷泡也可以熱泡 這感覺是不是比較年長的口味啊 還是不會小朋友會愛喝 喔 你錯囉 這個就是酸酸甜甜 其實基本上女生就是蠻愛吃的 因為通常看到穀物都會覺得好像都會是年長的朋友比較喜歡喝 可是你有看到莓果嗎 喔 莓果感覺就是少女款 對啊 所以Tienna就請我們幫她再買一盒 那這個一盒是275塊 這之前已經買過 下一樣是我們買的這個 這是柯克蘭的捲筒衛生紙 他說這個裡面有30卷 那它裡面這樣子一大包是579塊 那我們會買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家的浴室 原本的牆壁上都是有鎖這種可以放捲筒衛生紙的 那我就想說那我們就乾脆配合那個位置 就直接買這種就好了 對 而且這個應該用起來會比較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欸 就想說用用看 看可不可以用比較久 然後下一樣是這個 這個是加熱式的麥片 那這個口味呢 完全完全就是 頭中我的心懷 因為它這是巧克力加草莓 真的你有吃過嗎 沒有欸 沒有吃過喔 對 可是我前幾天去某超市看到的時候 它一包就要100多塊 你在Costco買呢 是3包329 欸 這樣買真的很划算 對 它感覺好像很好吃 還是我們可以現場開一包吃吃看 給你們吃看看好了 我打開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 心裡第一個想法是什麼你知道嗎 買太少 我覺得我買太少了 你看它是這種大顆的欸 喔 它是比較大顆的 嗯 不會很甜啊 我這個就是有吃優格的時候 撒一點點在上面 而且感覺配牛奶也可以 好吃欸 還不錯啦 不會太甜 一包的分量其實沒有很多欸 它是賣3包329 這是新的 可是真的很好吃欸 還不錯 還不錯 下一樣呢是這顆 這個呢也是柯克蘭的 總共有3包 那它的一小包裡面總共有12條 那天我們在外面吃了好事多的樂狗包 覺得它樂狗超好吃 所以我們嚴重極度的懷疑 應該就是它 對 所以買回來吃吃看 所以我們想說買回來吃吃看有沒有一樣 而且呢 我們算了很久 我們本來都會買固定的長牌嘛 它總共是兩包 總共有10支是399 你們看這裡有幾支 這樣499 對 這個比較便宜啦 因為自我品牌會便宜一點嘛 我先吃吃看看好不好吃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看到我們下次有再回購 就代表它好吃 對 那如果沒有再回購 我沒有說不好吃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 櫛瓜 欸 這個很大的汁欸 為什麼第一感覺 不是啊 這個真的 你看這個形狀很粗又很大的汁啊 這真的很粗又很大 我要怎麼講下 不然你 不然你咬一下看它脆不脆 不要啦 這樣更快 而且那個就會更歪不要 你不是 叫你切吃一小塊看它脆不脆 不要啦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這櫛瓜呢 這一盒是119 它裡面總共有4支 而且它的那個大小跟粗細 都是算是比較巨 比較大份量的 因為我們在超市嘛 有時候在外面買兩支 就要八九十塊 對 其實在Costco買是比較划算的 對 然後想說 反正的櫛瓜我們家 真的很常把它吃完 而且櫛瓜本來就可以放比較久 所以我這次就直接買了一整盒 那再來 這個已經買過300多次了吧 這個在我們家一直很有效啦 就是小朋友說 回家度折了馬上就可以吃 真的很方便 對 買不到蛋 可是有賣溫泉蛋跟蛋白丁都買得到 昨天去真的沒有蛋 可是 吃在牧場的這個蛋白丁跟溫泉蛋都還有 對 溫泉蛋其實就是 因為小朋友最近很奇怪 就不愛吃了 他們比較喜歡吃這個 所以後來還是買蛋白丁 一百四兩百九十五塊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這一次買的最好的 真的覺得我老公每一次去買 他都一定要買這個長這麼高 我就放不進我的酒櫃裡 買一些矮的不行嗎 我很快就去消滅它 它不需要放在酒櫃裡 而且昨天我們在買這罐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記得你還有一罐沒有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那一罐馬上就會喝完了 然後我跟他說 那你買這罐這麼高 到時候放不進櫃子 他就跟我說 沒關係我馬上就會喝完了 這是蘇格登的威士忌啦 是十二年的 然後這個是一公升 價格是1359 它長得漂亮嗎 我看一下 挺美的啊 還行 欸它之前有出現過吧 好像有 對啊 我們之前好像買過它 買過了不記得 我們下次應該買銀杏的 我在想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雀巢的仙儀穀物棒 它這個呢 是草莓口味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們比較喜歡吃什麼東西吧 就是巧克力跟草莓 沒錯 那它這個一份呢 剛好有在特價 特價完呢 一盒是374塊 等於說呢 裡面一根穀物算才是11塊 就剛好在特價 對 裡面總共一盒有32條 又有參加甜甜隊 這個就是拿給他們做一些 課後的補充嘛 一根才87卡耶 對 可是這滿小根的 喔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啊你可以吃看看 這我也沒吃過 沒有很小啊 就跟一般的差不多 你打開來看看 我們來吃吃看 看它長什麼樣 莓果的部分有一點點 大部分是穀物 它聞起來是 不會覺得莓果香氣特別重 就是那個穀物跟莓果味 混雜在一起的味道 可是你下面打開 我就聞到一股好甜的味道 對啊 它跟我說它只有87卡 我不相信 還是它有用戴的卡 我不確定 吃吃看 也滿好吃的啊 對這個我之前吃過真的不錯 蠻好吃的而且剛好在特價 欸這個不錯耶 最近阿優的雨球消耗真的滿快的 沒錯就是我們家雨球 對我們來講就跟衛生紙一樣 就是消耗品得一直買 一直買 沒有那麼誇張啦 衛生紙比較快啦 我說它跟衛生紙一樣是消耗品 我不是說它跟衛生紙用的一樣快 我們大概一個月買一桶嘛 對 差不多 那依照我跟老爸就是打球的那個技術 我們就用最便宜的就好 因為我們都會打不準 對啊 因為那天老闆問我們說 欸你們打到的球是毛會歪掉 還是那個軸會斷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之後 他說喔那你們買最便宜的就好 我們就是最初階的 我馬是把那個線打斷的 隨便打都斷掉 接下來就是這一組水管啊 1225 欸打開來看一下吧 這是Iris耶 對而且滿長的20公尺耶 因為我們現在偶要洗車啊 要澆水啊 都需要一個比較好的水管 嗯 那個就送你啦 因為我不想要澆花 我不想要洗車 我自己覺得它這個顏色滿漂亮的 就是很適合放在花園 就是有一種文青感 好累喔 你沒有叫老公了嗎 哪裡 它這感覺很日系耶 這上面好好寫日文 然後說明書也是日文的 它應該是整批搞不好 真的就從日本進來 對不對 等一下你怎麼樣我厲害吧 我會用喔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拉出來啦 我已經裝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轉接頭吧 總是要有地方進水啦 對啊 進水可能是在另外一面啦 喔 這裡啦 這裡有個洞啦 這個是接水管的地方 從這個洞 從這樣插進去 對然後這一頭接水管 這一組最大的優點啊 其實它的水管是深色的啦 比較不容易張 對啊 第二個其實它有20米 20米很長 它這樣子捲進去啊 空間也會看起來比較整齊 對啊 而且這樣子就不用搜那個線 我還蠻不喜歡搜這個線的耶 而且它這個好像還可以分段數 還可以分你要灑的哪一種桶 喔對 這邊好險耶 你要灑水啊 或是要集中啊 都可以選擇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買的兩樣食物 一個是這個 這個呢 是豬腹鞋排 它一份呢 是689 等於一公斤 算起來是339 最近阿天啊 他們其實一放學都 就肚子又餓啦 新鮮菜也會煮一些 滷的啊 或湯啊 給他們吃 用這個其實很方便 對我就是會先燉一鍋 然後牛肉豬肉不一定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吃豬肉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反正呢 我們就是會燉一鍋 不一定是什麼 可能是燉的豬肉 或者是咖哩飯 或者是湯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就一次買多一點 這樣子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打開鍋子就可以馬上先喝一點東西 或吃一點 就蠻趕好的 Costco的這個感覺 它切的蠻大塊 所以你還要自己再切小塊一點吧 其實這個我沒有買過 然後上次買完之後 我們就有說下次可以再買 就覺得它的品質啊 跟裡面的肉量真的是蠻不錯的 下來是一個特價的 它原價是599啦 特價499 對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啊 只剩下最後一盒 就我在想 它可能就是當天 它可能最後尾巴的時間 就把它特價賣掉吧 對這個是花生豬腳麵線 我把它打開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花生豬腳麵線 這感覺會不會只有台灣Costco 去美育的對不對 對啊 以前那個粗 粗粤不是都要吃這個嗎 然後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這邊有了一包花生 還蠻大包的 超多欸 對然後這邊還有 這個是青蔥 欸麵線有兩大坨欸 這麵完蛋了一定都吃不完 這個其實我們家每次都吃一把 就吃不太完了 對它裡面還有兩把麵線 而且我覺得它這是有進步欸 它是有另外放欸 對就不會互相干擾啊 這一包應該就是豬腳了嘛 喔豬腳 對感覺好像蠻多的欸 然後青菜這邊也有放 青菜看起來不會很糟 可是沒有很多啦 對就只有四五根 對所以我們晚上可能 就再多放一點青菜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湯底 喔這個就是高湯了啦 對啊 欸等一下我們晚上吃一下 再跟大家講好不好吃 我們煮完了 欸總共這樣子我們裝了四碗欸 一加四口吃都還夠欸 對而且我們的我撈的肉量 就是我覺得都算是蠻多 每一碗都算是可能有五六塊有喔 我真正加進去的只有青菜 然後我剛才一開始說麵很多 可是後來我煮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麵線還好 就是四個人吃會剛剛好 對麵線其實它不像麵一樣會膨起來 所以其實差不了太多 對對對我剛才以為會太多 後來煮下去覺得欸差不多 原本煮一把 後來還是煮了一把半 好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呢 就是它的豬腳是有皮帶骨的 然後也有肉 都有 啊重點是我覺得它花生很多 它這個花生啊 它一開始就是已經附水煮過的了 喔這個青菜是我們自己後來又加料的 它原本附的青菜沒有這麼多 嗯這個花生不錯欸 可能是黑金剛喔 黑金剛 欸這個 什麼是黑金剛 一種花生的品種 黑金剛你沒看過那個嗎 哥吉拉跟金剛 對啊哥吉拉跟金剛那個啊 欸你怎麼知道我要講什麼 他覺得你很難聊 他覺得你很難聊 你看他的臉就是 你才能聊欸 那不如我被你拍看 好我們先來吃一口它的麵 然後配一下它的湯 看一下它的湯頭 提耶娜說它覺得吃起來有點無趣 所以它加了泡菜進去 麵線其實沾的湯汁沒有什麼味道 它的豬腳啊味道用這麼清淡 我本來一開始很怕它會有那個豬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還好 而且它的豬腳是有軟有嫩有Q 可以欸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在特價的時候買算划算 可是我覺得味道有點不夠欸 感覺真的可以加泡菜進去 可是這樣子來講這個價格是可以買的 而且又在特價 我不曉得平常我們特價 平常是599 然後它剛好我們去買的時候是特價 499 就變成你看這樣算起來一份才100出頭 算可以還不錯 對而且它的份量真的非常的夠 好啦蠻推薦的 欸我現在剛才吃了 然後覺得嘴巴好像黏黏的黏在一起 豬腳會有膠質啊 對膠質那種感覺 嗯 好啦那今天已經走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如果Costco你有推薦什麼一定要買的新品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唷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再見 再見 輕鬆